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越来越少的人感受得到城市的美 所以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 分享一个我认为非常美的城市 我喜欢到四处游拍照 2013年我到了瑞士苏黎市 第二次我去了非常著名的Sprickley餐厅用下午茶 看得出我旁边都是衣着得体的当地人 而我风尘仆仆一身的相机背包 明显了一个外来的游客 用完餐之后 结账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挂在我椅背上的钱包 相机包都不见了 我心里突然间觉得要准备充容就义 觉得东欧的难民潮要加我一个中国难民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 我旁边的客人不约而同都站起来 走到我身边向我致歉 他们说让一个来到他们城市的人遭遇这样的事情 他们感到无比的羞愧 请了我这顿下午茶 还帮我筹钱 筹路费 让我安全地回家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非常糟糕的被偷的经验 反而成了我这一生最温暖的旅游经验 而当时在我面前的这几位市民 是他们让我感受到 苏黎市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城市 那天我丢了相机背包跟许多精彩的照片 但是我找到了我这一辈子 我都不会再丢失的城市之美 我认为的城市之美不再是成功城市的天际线 而是生活质感镶嵌出来的轮廓 成功跟美之间有这么微妙而巨大的差别 而我喜欢的城市之美不再是成功城市 用他们现在的条件吸引人来 我更喜欢的是美的城市 他们用未来的希望把这些人留下 而我喜欢的城市之美 不再是那些为理想为需求而规划的城市 我喜欢的城市之美 是让他们触摸大地 让我们呼吸到生活的气息 这些是我觉得的城市之美 但是我们的生活跟城市密不可分 为什么我们一直失去这种感受美 欣赏美 跟甚至创造美的城市 这种追求跟能力呢 我想原因不外乎 第一 我们对城市了解不够 第二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美 第三 我们更不知道城市跟美有什么关系 我在这么多年的城市工作经验里 我想总结出非常一个简单的看法 让大家分享什么是城市 什么是城市体系 一个城市一定是依托城市的资源开始 但是这些资源必须要通过转化 才可以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 再通过政府的一个机制 最后形成我们的公共服务 城市的核心是公共服务 是城市将这些资源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服务 所以城市才存在 所以很重要的 城市是一个供给侧 而人是需求 人有需求才有了城市 城市有系统有组织的 把这些服务输送给人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有城市 为什么需要城市 那么城市的问题在哪里 不外乎资源失衡了 我们的转化不当 或者我们的机制低效了 最后造成我们的公共服务产品 值跟量都不足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做的事情 帮助城市从失败变为成功 但是我现在更在乎城市美不美 什么是美呢 美学的体系跟城市的体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当我们想到城市的体系 就是把资源转换成公共服务的时候 围绕的是人 那么美呢 美学是什么 我发现他们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美学把环境所有的万物都当成美的源头 都是美的材料 但是也要经过转化 让转化过之后形成一个重要的美学形式 古典的意义来说像是建筑 音乐 绘画 戏剧等等 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让人感受到启发 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愉悦 而很有趣的是美学最后的终端并不是人的愉悦 而是这种愉悦能够改变我们对环境的看法 让一些丑陋的事物找到一种新的机会 让它变得美丽 我们可以引导我们的环境 从不好变到好 从不美变到美 而美学的核心也是人 美学跟城市一样 都是把环境的资源转化成 让我们人能够得到启发 能够得到愉悦 当我把城市跟美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我发现它有惊人的力量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城市美学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都是人 人从城市这边得到服务 人因美学 因美而让我们自己心情愉悦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改变我们的环境 创造我们的资源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城市美学到底对我们 有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跟意义 如果我们从城市发展史跟美学发展史 从时间的轴上来并列来看的话 我们不难发现 过去大多数的时间跟大部分的城市 都倾向于优先满足这个城市的理性质量 当满足了之后 他们才会去追求这个感性的质量 也就是说 一直以来我们的城市环境 都向理性质量来倾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于城市 只有成不成功这把理性良尺 而没有美不美的另一把感性良尺 即使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人心向往美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谈美 也不知道谈什么 更不要说我们感受到城市的美 所以我认为现在城市质量的问题 就是感性质量的缺失 这是为什么我们拥有非常多的成功的城市 但是找不到几个美的城市 了解了城市 了解了美 都了解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之后 我发现在城市之美里头 有非常非常地重要的要素 总是让我们遗忘 我想跟大家一起寻找回 这三种最容易被遗忘的城市之美 哥本哈根在2017年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叫绿波的自行车计划 这个计划是让通向市中心的主干道上 有专用的自行车道 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 通过大数据的智能信号系统 帮助这些自行车像鱼群一样的集结 当他们一起行动的时候呢 所到之处的交通路口 汽车都要为他们停留 优先让自行车通过 哥本哈根的市民 骑自行车 已经不是他们的一种出行方式 而是生活方式 哥本哈根市民 有56%的人骑自行车上下班 而其中还有75%的人 在大东雪天继续骑着自行车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 绿色出行 并不是这个城市的政府来决定的 而是市民决定了他们要怎么样的城市 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 不止哥本哈根 整个丹麦 甚至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因为石油危机 石油短缺 油价上涨 所以他们的出行方式 面临了非常重大的生活危机 石油危机之后 哥本哈根市民选择了一个 跟其他城市都不一样的 改变他们城市的方式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绿色出行 跟低碳环保的绿色生活理念 但是我觉得最可贵的是 一个城市最深厚的文化 竟然可以从这个城市 曾经的最严重的生活危机里面开始 因此我觉得 一个城市的原真之美 不在于这个城市 是不是拥有百年的建筑 或者是古老的社区 而是在这个城市 有没有比任何制度 都要兼顾更有行动力的 市民的共同生活信仰 所以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美 也是我们经常遗忘的 是原真 如果能够找到 并且保持这种原真的城市 才是美的城市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麦德林 资格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 但是一位恶名昭彰的 麦德林贩毒集团 跟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而被人称为 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 麦德林这个城市 沿着长长的峡谷而建 从山脚下一直铺陈到山顶 没有钱的人 只能住在很高的山坡上 因此 它的卫生条件很差 交通条件很差 封闭的环境 造成了一个犯罪的温床 针对这样独特的地形跟问题 麦德林 想到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 他们盖了一个数公里长的 Metro Cabo 空中缆车交通系统 这个交通系统呢 连接山脚下的地铁站 一路到山顶 那么把贫民窟 跟城市串联在一起 解决了贫民窟里面 二十多万居民的出行问题 但有趣的是 这条空中缆车 不只连接着贫民窟跟城市 也吸引了游客 大量的游客涌向麦德林 争相坐上这个空中缆车 因为他们可以从空中 看到脚底下 这块神秘的 曾经的麦德林禁地 没想到这条空中缆车 不只解决了出行的问题 还大大的降低了麦德林的犯罪率 而这条缆车的顶上旁边 盖了一个图书馆 叫做西班牙公园图书馆 麦德林出现了第一处 安全透明整洁的环境 阅览室里 充满了安静读书求知的居民 麦德林这个故事让我很有启发 我相信 把穷跟罪恶画上等奥的城市 才是最大的罪恶 把穷跟罪穷美的权利切开 才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丑陋 麦德林用一条空中缆车 让罪恶之都变成安全之城 麦德林用知识 用教育 用整洁的环境 让市民找回自信 找回一个安全的城市 所以 我觉得 城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美 是安全 城市的安全 才是城市之美的根本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纽西兰的丹尼丁市 有一条被吉尼斯世界记录 载入的大街叫做 鲍德温大街 这条大街只有350米长 但是它的倾斜度 却有35度 因此吸引了好多的游客 到这里观光 但是除了游客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小孩来说 这条街简直就是天生的游戏场 于是有一家 很有心的巧克力工厂 就把鲍德温大街跟巧克力结合在一起 开创了一个叫做 巧克力豆奔跑大赛 几万颗巧克力豆 一个豆一个编号 一个豆一块钱的卖给参赛选手 让参赛选手把这个巧克力豆 从街的顶头 顺着往街底下跑 最早冲到终点的15颗豆的主人 可以获得大奖 第一年几百人参加 第二年上千人 一年比一年 从各个城市各个国家来参赛的人 要到了2016年 有一万五千个人参加 小小的巧克力工厂 在这几年募得了九十万纽币 相当于人民币四百四十三万 让我感动的是 这所有的钱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帮助罹患绝症跟无家可贵的儿童 但是就在去年 这家巧克力工厂 却因为资金断裂宣布倒闭 这家小小的巧克力工厂 这么多年 坚持一颗巧克力豆一块钱不涨价 连年成本增加 连年亏损 尤其办这个巧克力豆奔跑大赛 更是让他们蒙上了巨大的赤字 小镇的居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二十四小时之内 筹得了七百三十八万纽币 第二天就筹到了一千五百万纽币 全新基兰全国人口四百五十万 相当于每一个人都捐了三块钱 买了三颗巧克力豆 所以就在去年的七月 巧克力豆奔跑大赛 如期的在这个小城市里面举行 但是我相信不一样的是 过去的巧克力豆 是为比赛终点而奔跑 从今年开始 会有更多的巧克力豆 为更多的失去健康 失去家庭的儿童而奔跑 巧克力豆为这个小城市的未来 已经跑出了希望 所以我们通常遗失的城市之美 是希望 能够为人们带来希望的城市 才是最美的城市 我只会做城市设计 我不会做巧克力豆 我跑的也不会比巧克力豆快 但是这件事让我反省的是 我做的城市设计 可不可以不要做出城市 而是盖出这个城市的希望 在芬兰 有半年的时间是冬天 冬天的白天 只有四个小时见得到阳光 二十年前 芬兰人一百个人里面 有六个人罹患季节性忧郁症 一万个人里面有两个人自杀 这个数字是整个欧盟平均的 整整一倍 而芬兰的赫尔辛基 在这过去二十年来 每年都在这一年黑夜最长的时候 举办了一个叫做 Log Helsinki的灯光节 它的意思是光的力量 每一年吸引了无数的灯光设计师 跟公共艺术家来到这个城市 用各种创意点亮这个黑暗的城市 作为一个城市设计师 最让我感动的是 赫尔辛基可以在黑夜里面 盖出一个全新的城市 不需要全新的土地 不需要施工土 没有钢筋混泥土 它让我相信 盖出一个城市 用的是它们最需要的事情 赫尔辛基用的是 人们最期盼的光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 作为一个城市设计师 我们应该相信的是 一个最美的城市设计 不是盖出美的建筑 而是了解这个城市最深刻的痛 让我们的社区 去安抚这个痛 创造这个城市新的希望 所以原真 安全和希望 是我认为 在城市里面最重要的美 但是却最被我们遗忘 这些城市故事里面 最美的是人 城市最美的故事 永远不是建筑跟景观的故事 不是经济增长和GDP 也不是创新和科技 它们都很重要 但是只是生活里面 重要的工具跟场景 只有人才是主角 城市的故事 永远是人的故事 城市之美 美在 让人保持原真 让人活得安全 为人带来希望 所以是人决定了城市 是人的素质 决定了城市之美 不是设计 那我们在城市里 常常谈以人为本 但是我认为 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意义 不是被城市服务的客人 而是能够服务城市的主人 一个能够做 服务城市的主人的人 有一个非常高贵的名字 叫做市民 人跟市民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是人从城市里面得到服务 而市民能够让城市为人服务 所以我觉得 城市美学可以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对城市 有责任感 有归属感的市民 帮助我们找回追求美 的能力跟权力 做好城市的主人 而我相信 找回城市的美 要从做一个美的市民开始 做一个美的市民 必须要有审美能力 那么这个审美能力 我们怎么去开始发挥呢 怎么去开始去培养呢 我认为提高审美能力 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感知 这是一个最基本能力 我们要对环境 对我们的城市环境 有感知的能力 当我们对城市的感知能力 丰富了之后 我们开始能够对 它为什么美而不美的原因 跟要素能够得到判断 当我们对这些不只是能判断 而能够控制这些要素的时候 我们就从感知认知 到了预知的阶段 感知帮助我们培养体验美的能力 认知帮助我们培养欣赏美的能力 而预知帮助我们创造美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审美能力 要从感知开始培养 感知成事怎么开始 就是你看到什么 你听到什么 你摸到什么 你闻到什么 甚至你吃到什么 但是除了无感以外 更重要的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感知 在我们的脑子里 这种感知让我们有能力 回忆过去 想象未来 科学数据告诉我们 人类有70%以上的感知神经 跟大脑50%以上的感知细胞 都在处理视觉 有人说 男人是视觉的动物 我更觉得女人才是视觉的动物 为什么 男人只会用眼睛看 女人除了眼睛 还会用心看 所以培养视觉感知的能力 男人向女人多学学 那么培养这个能力 从谁开始呢 我创造了一个词 叫做AQ 审美伤术 我叫它美伤 我们谈IQ EQ 我们重视智商 我们重视情商 为什么我们没有美伤呢 事该时候 我们要懂得追求 而且提高我们这种感性质量的 审美能力了 从哪里开始 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 我们的孩子们 被过多技术的学习 占据了他们开发自我感知的机会 他们只会学对的答案 他们从来没有学会问对的问题 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接受 我们没有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感受 孩子们学一门技术 就恨了一门艺术 学会音乐美术 不等于你有审美能力 穆辛说过 没有美感就等于得了绝症 再多的知识都救不了你 所以我觉得 没有追求美的上一代 怎么会有感受美 欣赏美的下一代呢 没有从小培养一个美的市民 我们的城市未来 怎么可能美呢 再多再好 再成功的城市设计 也设计不出城市的美 除了广大的孩子们 还有一群为数不多 但是我觉得特别应该关注 审美能力培养 我今天在这里 城市的呼吁 城市的决策者 管理者 执行者 还有包含我在内的 城市规划设计师们 我们拥有最直接的资源 跟权利 来改变城市的命运 城市美不美 不在你的设计方案美不美 而在于我们的审美素质 通过它来实现 所以我在这里 希望大家愿意跟着我 开始为城市之美 拨下三颗行动种子 第一颗 我们拨在城市空间 我提一个城市温室的计划 让每一个社区 都有一处富裕 城市之美的城市温室 就算是一条街 一处花园 一块广场都好 开始经营 我们的空间之美 我们第二颗种子 我们拨在教育体系 我提出美学校数的计划 我们让美学校数 加进我们的学科教育 让我们的科学 结合美学 让我们的智商 结合美商 让我们的AI 人工智能 变成AI 美感智能 我们的第三颗种子 我们拨在人性的感知上 我提议我们提出一个市民之心 市民幼苗的计划 用创新科技串联更多的我们的小小市民 引领他们开始理解城市 感受城市 让他们从小就能够知道城市是美 做一个美的市民 特别喜欢来自社会学大学者 费孝通的一句话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当你愿意追求美 你有美的能力 你才有能力去欣赏别人的美 同时也让别人的美 回来感染你 大家都美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社会是和谐的 是美的 我们的城市 才会真正的美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城市 不只是一个追求成功的城市 更是追求美的城市 而城市的未来 不是仰赖成功的设计 而是美的市民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寻找城市之美 可是我更想说的是 我们应该寻找的是我们的内心之美 爱美不是女人的天性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幸福的方式 所以重视城市美学 提高我们的审美桑树 做美的市民 我们一起共享美的城市未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